很高兴您来到STAR频道! 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 官宣定档! 又有二部新剧来了,赵丽颖vs陈晓,你打算追哪一部? 热闹了,热闹了没想到一天之内又有二部新剧直接定档, 看完男女主角之后赶紧预约! 第一部小日子! 这部剧可以说是陈晓开年第一部作品了, 作为娱乐圈里低调的艺人! 陈晓几乎每年都有作品《跟大家见面》,演技也被认可, 唯独缺少三大奖项加持! 这次陈晓搭档的女主是童瑶, 曾凭借三十而已荣获了白玉兰最佳女主, 不知道这次能否助力陈晓荣获大奖。 该剧讲述了朱进草与顾莫莉从小地方一路奋斗到 在上海这个地方站稳脚跟。 可是婚后出现的问题更多, 双方父母介入小夫妻的生活, 原本有着差距的两个家庭矛盾不断。 面对来自双方父母的压力, 朱进草跟顾莫莉竭尽全力维护彼此, 可是当顾莫莉前男友江海涛再次出现。 一切都在发生着前期末化的改变, 最终,朱进草跟顾莫莉终于彼此理解, 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 陈晓饰演朱进草,从小地方一路逆袭成为商业精英, 然而在面对家庭关系到时候,则极其无力。 看似普通的都市剧,但预告片却出现了大学时期的朱进草, 青春感十足。 然后镜头一转就是西装加持的职场精英, 竟然让人看不出为何感。 童谣饰演顾莫莉,又带着她的职场角色来了, 从三十而已到新居, 她饰演的职场女性角色可以说是很多出彩了。 尤其是纪姚晨、袁权、马依黎、刘涛之后, 又把职场女性角色引活了。 除此之外,还有萨日娜、杜海涛、影儿、乔振宇等人加盟助力, 3月14日东方卫视、浙江卫视联合开播。 第二部《与凤航》,赵丽颖还是回来拍古装剧了, 自从上一次拍摄《有匪不如预期》之后,的确让不少网友失望了。 继《楚桥传》之后,赵丽颖跟《灵更新》二搭,可以说是看点十足。 与凤航改编自《晋江文学城》《九路飞香》小说《本王在子》。 原著作者担任编剧,邓科指导,赵丽颖本人担任监制。 该剧讲述了沈黎为掌握自己的命运,在逃婚过程中意外遇到在人间游历的神行指, 两人在一起除恶扬善。 探索真相的过程中互生情愫。 但各自都有自己肩负的责任,也从自己的责任中领悟生命的真谛。 从预告片来看,赵丽颖的女侠气质又回来了,酷炫的特效,高然的打戏,看起来非常有质感。 林更新这些年来的作品,可以说是非常少了,上一次林更新的电视剧还是《请叫我总监搭档谈松韵》,演绎另类霸总。 作为一部备受期待的古装玄幻剧,除了热门男女主角之外,还有曾黎、董杰、刘关林、宣璐、黄登登、欣云来等人加盟助力。 3月18日上星湖南卫视开播,不知道能否再次掀起收视热潮。 总而言之,无论是都市剧《小日子》还是古装剧与《凤行》都将会成为3月中下旬的追剧热门,你更加想看哪一步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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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